你還好嗎? 攝影機,你好 打個招呼啊小朋友 我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這是台灣第一才女 那是求生大哥 第二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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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好 一開始印象 怎么样 就看起來很凶 然后气场很强 我很怕 而且 我后来应该有跟邱真哥说 说就是我第一次跟你碰面的时候 我是真的手在抖 就是读剧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中医 医学不够 我想应该是新音性的吧 就是到后面 就终于就比较不怕 我没什么印象 一堆人 我那天是应该是 对剧本吧 读剧本吧 对啊 又不是交女朋友 我怀疑他到现在 还不知道我叫什么人子 对我刚才以为他是你了 对 谢小姐 谁不知道你是谁啊 在台湾 我叫谢医学 没有一般我知道 我一般我都不会去查别人怎么样之前的历史怎么样演出 以免影响我自己 因为我会害怕 你看完之后觉得哇那么厉害你就会很害怕 所以最好一开始合作的时候不要知道对方是谁 他怕就因为他知道我是谁 我不怕他就越演越怕 可是演到后面我开始怕的时候已经完了 已经拍完了所以就很好 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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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一开始怕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求生哥看过太多人了 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就是面子爆的问题 就会觉得说完蛋了就是他会知道我的能力大概到哪里那样 但后来又觉得就是这种想法太愚蠢了 因为如果你就是在那边担心说他认不认同你的表演 但事实上你根本没有再再好好的做好你的工作 那就根本没有必要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那就让自己脸皮厚一点 反正我现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现在人生的状态嘛 那好不好就就不是最重要的 他跟我的戏呢比较比较平 他跟我的戏比较平 他跟他妈妈的戏就有情绪的起伏 他怎么拍那边的戏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现场 然后跟我拍的时候我还以为就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 就听说的你还没什么 然后我自己都非常的放松 而且就没加什么没有小心更加小心 我最近看了成品了 出来看到他跟他跟他妈妈的戏 我完蛋了 我的艺术生命 我估计也就没了 我觉得我不能够整个访问都在翻白眼 秋生哥 那你就不要翻啊 你不能够一直 好 老实说真的 我真的看过你跟你妈妈的戏 我觉得非常好 你知道剪接会帮忙吗 对 对 对因为我们的戏都是那种有的没的聊聊天的那种 就自然就好 反正反正自然当然了 演员不是自然就自然 自然也是一种技巧 所以一开始基本上一场几句对白就知道 就知道我可以放心了 因为这种自然的交流啊 是 是不容易的 这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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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演戏演戏 演戏真的演出来的不是真的演出来 你真的要真的用对白 对白不是我们自己的嘛 是剧本嘛 所以你用人家的话去交流 变成 别人看起来好像他们两个真的 你们在聊天啊 这个效果就最好 那我们应该是做到 一开始好像也没有太多时间 可是其实我在现场其实都一直在偷偷看 就是求生哥 然后一开始在演的时候 其实我的前面几场 的确是有点黄身 但后面就是真的就是跟自己讲说 我还以为你是演戏呢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就是后面就有几场 因为我觉得他的眼睛太利了 就是你现在是真的假的 他一定知道 所以我只能跟自己讲说说 我尽量让自己就是 一直是真的就不要 就不要理你 那是不是 我也很想 就是 所以其实我常常有很多长戏 跟求生哥演完之后 我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 那太好了 我是认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那太好了 然后有一种很诡异的安全感 但是是站在悬崖边的安全感 所以其实成品出来我不太敢看 我本来 我就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 应该不错 看了有比较安心 我会一直对看着monitor 然后再看他再看monitor 我会想说到底那个差别 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 这个演员可以在镜头里面 跟镜头外面 都有一个 自在 那你透过monitor看他 跟在现场看他 又有一种很不一样的 的质地 但是我开始飘了我 从来没有人这样形容我 简直就是我的自己 还有一整天的访问 还有一整天的访问 好 认重 他在片场都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而且 虽然一开始看起来气势很强 可是就是他 要放下来玩的时候 就是很爱玩 大家要看对手是谁了 你没见过 我知道你跟范超勋玩的时候 是又不一样 对 但是他 就是曾经有一次 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就是 我那时候就是放一本书在桌上 然后我只是转头拿个东西 然后回来 书不见了 但他 演得非常好 是他真的是若无其事 但是那一刻我心里就想说 就认真 求生过做这种事 就是就是有一秒的怀疑 不是我啦 是孝酸啦 就是你啊 孝酸 他有好玩的地方 但是是冷拍的幽默 就是那种 那种冷幽默 很冷的那种 是啊 对 对 他们带我去见那个 那个师傅叫什么名字 汪师傅 汪师傅 对对 见过他一次一个晚上 基本上讲解了一些动作 一些要求 然后就到现场 因为每一个角色跟按摩的部位都不同 然后按摩的手法都不同 所以他就会在现场指导 知道的非常好 非常感谢他 那这个必须要说我有天分 你有天分 我准备不演戏的话 我就开门推了 谁敢给你推 就是一样是差不多的程序 就是跟资商师碰面 然后 比较多的资商师 然后进行一次 从头到尾 知道那个整个过程 然后还有 之前我就有 对于那方面的书是 有时候会 是蛮有兴趣 然后我也有资商师的朋友 所以等于是 就有相关方面的 对 理解吧 那你觉得自己有天分可以做心理事吗 我觉得没有 有啊 他看透我了 真的吗 嗯 没有啦 你那么的深 看不透 你看你看你看 我又飘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要问求诚哥 因为那个 他都可以 好 那我就问两个 先问一个 好 就是那个 因为 剧本里面有很多专有名词 对啊 所以你准备的时间 对 他是直接从书里面抄出来的 所以你在背台词的时候也是按照就是 就是你要对经络的那个认知是 年纪小的时候就练 练武术 然后后来就看了很多那些太极啊 那些 其他的那些综艺啊 那些经络的那些那些书 所谓气功啊 那些 所以就稍微的知道一点点 知道他大概他在讲什么 哦 可是具体来说 是什么 哪一条经 哪一条麦呢 我就不清楚 反正他讲出来也没必要 你根本不可能交代给观众就到哪一条 是 是吗 所以就讲出来就对了 可是讲的时候还是有要口了 就要跟你是不是有必要像丢书包了 是吧 反正我知道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人的很丰富的知识 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你讲解给你的 你的那个病人知道的时候 比如说你去看医生 或者是你去见一个心理医生 他不会 抛很多很多很专业的名词给你的是吧 他会尽量 你需要知道的他会告诉你 然后他会解释给你的明白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跟导演沟通 是哪一句 哪一个哪一个名词是一定要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画面 有时候后期他的画面是有另外一个经脉图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名词讲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跟导演沟通 嗯 了解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知道台湾的景点比我多太多了 不会 因为 你不要说我我喜欢的景点 要是我叫你带我出去你会带我去哪 应该就是 我都很想知道 反正我前一阵子有一个片子在台南拍 然后那边有一个农场 就是很厉害 就我们那时候拍片的时候在那边休息 然后你看他那个日升日落 是非常清楚的看到 然后很适合 就是只是坐在那边 早上顶楼都可以看得见日出日落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带他出去了吧 我觉得就是被嫌到死啊 我不想负担那个责任 有一个地方在戏纸打坐喝茶很好 我觉得 好 OK 那边不错 好 可是要开车去 你应该有车吧 我不会开车 那地方可以去 那算了 误会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问我 这部戏非常好看在哪里可以看得见 我到现在我都莫名其妙 可是我看他们的宣传片确实拍剪得很好 我也是很好 我都很帅 他的戏也很好 也很漂亮 等下你是看宣传片对不对 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正片 没看过啊 那你只是单就看那两个 所以就说其他人也是看那个宣传片才会有这种反应啊 所以他们问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啊 你知道吗 可是连我自己看完之后我就靠起 我派的时候明明没那么好看 那为什么会觉得那么好看呢 然后我就要一看的话确实很好看 你看 我从一个一个超我来讲 是吧 我从一个超我来讲 这是 这一次 我看这次别人的这个叫这个老演员黄秋生 演的不错 他旁边那个美女都都很好啊 姓孙 这样 哪里 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寻找这个答案 你呢 去的真实 把问题丢给我 讲几句 我觉得这个戏其实从一开始在 就是导演在和编剧在写的时候 其实他们对于 现在关于灵性主题就已经有一个期待 然后他们当然自己本身也是对这个事情是 这个议题是有兴趣的 那其实他们简化了所谓灵性比较反复的部分 他用很短篇的故事来解说那样子 每一个人身体其实那些问题 你怎么面对 然后透过天忆师傅 那事实上天忆师傅 他的人生也有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每一个个案都有 包括即便我的角色是个心理治疗师 他也是破碎的 所以我想每个人在戏里面都可以找到他 可以对应的 或者是可以抒发的 穴位 的穴位 谢谢 谢谢 我见过一个女演员带了一本书 那么厚的英文书 从来没见过她看 原文书吗 英文的 我下次我带一本法文的 我下次 带一本 意大利文的 哦 焚香我们一起焚香 一到了就 就铺一块白布 然后焚香 关灯 意大利文的 放在旁边睡觉 我不演就没得演啊 我也想当牛的华 有人找我当牛的华 是吧 真的是 你可以想像那个 他他背着无线连开那个骑摩托车 我背着你开摩托车的 我也没有资格也无线连啊 天哪 有可能更好看 Oh my god 你怎么会摔成你啊 你这用手长期疲劳 你多久没有好好睡觉 肌肉像流浪汗一样 他妈到底是谁啊 唐豪 我就是个推拿的 导演 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